哈喽 多门新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洲360 我是小明啦 今天的360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因为主要是我接下来要讲的新车呢 相信有不少朋友都感兴趣 有什么车咧 现在就让我来大家去看一下 今天的第一辆车我们先来讲本地新闻 咦 一辆挂着TRADE PLATE 临时车牌的 PRODA ARTIVA 在 KL 街上出现 仔细看一下 咦 不对哦 是DAIHASU ROKI 来的 而且它的这个一纸板旁边 还有一个黑色胶子盖着一个车标 这其实是一个亮点来的 因为它其实是刚刚在日本发表的 DAIHASU ROKI E-SMART HYBRID 混合动力版本的 ARTIVA 哦 那这个HYBRID版本它搭载的是1.2公升的 自然进气引擎拥有高达40%的热效率 它旁边还多了一个电动马达 而在后座部分则可以看到有这个电池组 不过这个E-SMART HYBRID它的特点在于 它一般主要是靠电动马达来驱动车子行走 至于引擎它一般只是用来发电还有充电 只有在不够电的时候引擎才会介入变成主角 整个概念大概是这样子 那关于这一点 Ivan 在不久前才为大家解释了 这个E-SMART HYBRID 的操作原理 大家可以点击上方的小白点了解一下 讲到这个HYBRID 其实PRODA它早在 ATIVA 的预览会上面就已经表明 未来他们将会考虑这个混合动力系统 这一个选项 或许它会是第二国产车未来的一个方向 我们目前还不知道这台ROCKY HYBRID 现身在我国测试的目的是什么 有可能是这个ATIVA会追加HYBRID版本 但我们之前其实也是有说过消息 那就是新一代的AUZA 它也有可能会搭载HYBRID混合动力系统 所以可能不只是ATIVA 多了HYBRID 那么简单而已 你们对这个PRODA 投向HYBRID这回事 有什么看法呢? 其实我本身在试驾不少HYBRID车款以后 对这个东西还蛮有好感的 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改变 只不过在耐用性方面 有没有HYBRID车主愿意和我们分享你的用户感呢? 而讲回这个PRODA 它全性的蜗牛 还有这个可能最新的混动 你可以选择哪一个呢? 接下来这款车是很多人都很期待的一款新车 新一代的HRV 杀到泰国了 根据这几张泰国的朋友所发布的叠照 我们可以看到这台全身贴满迷彩伪装贴纸的新HRV 乍看之下其实跟这个日归的Honda Vezel 算是一模一样 在设计上几乎完全没有不同 就保留了Vezel 那个 Coupe 6x4 的车顶设计 比较运动化了一点 那关于这个新一代HRV 的细节 其实我之前已经很详细的为大家讲解过这台车了 同样的大家也可以点击上方这个小白点 目前我们还不知道这个在泰国测试的新HRV 是使用什么引擎 这一方面泰国的媒体朋友他们就预测 泰规版HRV 将会继续使用现行的1.8公升自然进气引擎 不过如果你问我啦 其实我还蛮想看到1.5 VTEC Turbo 在这一台车身上出现 只不过我觉得以实际还有实用性来讲 1.8MA 还是比较符合我们这里的市场啦 至于日归的这个 Vezel 所使用的 EHEV 也就是我们的 City RS 身上所搭载的 1.5 IMD 动力系统 会不会成为本地新一代 HRV 的动力组合咧? 感觉我们这里的朋友们看到这个东西第一个想法应该就会是 有没有理由? 就不知道你们会希望这个新一代的 HRV 在来到我们这里过后是使用什么动力组合咧? 欢迎在下方发表你的看法 还有是大家觉得这台新一代的 HRV 来到我们这里会卖多少钱呢? 毕竟这个全新的新一代 HRV 真的是在外观和内装方面是精致了很多 我本身是蛮期待的 第三个新闻 Mazda 在近日终于公布了大家期待很久的新车款计划 从 2022 年开始他们将会大举扩张 SUV 车型的阵容 而之前就已经谣传不会取代 CX-5 传说中的 CX-50 也确认了真的不会取代 CX-5 而且还很特别 Tim 有几特别咧?我们先来看一下 首先 Mazda 就透露这个 CX-50 将会是一辆五人座的中型 SUV 并且和 Mazda 3 以及 CX-30 一样属于在这个品牌的 Small Product Group 里面 也就是小型车款 而这个 CX-50 也将会基于 Mazda 3 还有 CX-30 的底盘打造而成 并且备有全轮驱动 K 选择 不过在动力方面原厂就暂时还没有透露相情 不过重点来了 Mazda 就提到说这一款车将会是专属北美市场而已 而且 11 月就会正式登场 也就是讲下个月它就来咯? 不止如此啊 美国的朋友们他们还会有 CX-70 还有 CX-90 这两款新车 并属于这个 Large Product Group 也就是大车啦 但其实这个 CX-70 它会是一个五人座的 SUV 至于 CX-90 则是七人座的车型 而这个 CX-90 在美国也将会直接取代 CX-9 这一款车 专属美国也就意味着这两台车的这个车身会比较大啦 迎合他们什么都要大的这个需求 但如果你像我一样 比较喜欢娇小玲珑 可爱一点的话呢 不要伤心 因为 Mazda 将会为欧洲还有日本这些路比较小 parking 也比较窄的市场开发出 CX-60 和 CX-80 基本上就是载身版的 CX-70 和 CX-90 啦 而且不止这两个市场 Mazda 还有提到等等这两个字典 也就是说和以往的惯例一样 我们这些其他市场也会跟着欧归还有日归走 这四款新车将会居于 Mazda 最新的 Skyactiv 模组化平台打造 也就是传说中的高端后驱平台 其中美国版将会搭载全新的直列六缸引擎 还有插电式混合动力引擎这两种选择 至于欧归则会有直列六缸的汽油和柴油引擎 以及四缸的 PHEV 插电式混动 而日本方面则是使用柴油直流引擎 并带有 Mild Hybrid 的技术 这也就是讲直六加后驱是 confirm 了的 而且喔 2022 年它就会来了 就不知道这些更豪华的 Mazda 全新 SUV 会不会来到我们这里 毕竟这个排气量比较大 而且应该会贵很多 你希望它们来吗? 最后两只新闻我们来个性能篇 我先讲这个比较亲民的 Honda 新一代的 Civic Type R 在上个星期公布了官方的叠照 官方发出来的叠照 所以是原厂出卖自己 人类很复杂啊? 其实这样的招数在现在是一个很好的 Marketing Strategy 一方面也给我有新闻讲啦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这个新一代的 Type R 有什么特别 虽然全身都贴忙了这个伪装贴纸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这一台车是延续了 Civic FE 的精髓 不过当然是比较 Garang 了一点 凶悍了一点啦 像是这个更加大型的进气格山设计的 Bumper 而轮拱方面也是稍微比较突出了一点 比较壮硕了 当然最重要的是更加的低趴 整个 stance 就出来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 Civic FE 成熟归成熟 不过这样子 Low 呆了一下啊 其实都几 Garang 了 而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很有欧陆风格的轮圈 后面有招牌的 Brembo 大鲍鱼 操尾部分也一样少了这个 FK8 那种年轻气盛 那种 Gundam Feel 多了一份 Europe Feel 的感觉 不过我个人其实还蛮喜欢这个 GT Wing 的设计 我觉得很 Funky 的感觉 你们喜欢吗? 还是这个 FK8 的尾翼才是你的菜呢? 而 FK8 之前的招牌三桶 中置三出排气围管也来到了这个新一代身上 不过 FK8 是两大一小 而这个新的 Civic Type R 则是一大两小 重点来了 动力组合会是怎样呢? 之前有遥传说这个新的 Type R 可能会导入 Hybrid 混合动力系统 马力方面达到 400 HP 的境界 驱动形式也会变成一个 AWD 来应付更狂暴的输出 不过根据日本媒体的这个最新爆料 新的 Civic Type R 依旧会采用 纯气油 2.0L 的涡轮质压引擎 并搭配前驱的配置 也就是保留这个 Civic Type R 的精髓 如果是真的话 这估计将会是最后一辆纯燃油的 Civic Type R 了 你可以期待它的到来吗? 最后一辆车是上个星期四早上灌爆我的 WhatsApp 各大聊天群组的一台车 最新的 BMW M3 Competition 当然原因不在于车 而是在于这台 M3C 身上的拉花 What? 我国最新的警察车? 我还记得当天这个消息是一片混乱的 一下子讲是那个即将开拍的本地版 Fast & Furious 赛车电影 The Catcher 的道具 一下子又说是我国皇家警察的刑警车 But anyway 最后大马皇家警察终于跳出来正式发表声明 表示这辆 BMW M3 Competition 还有连同两台的 BMW X3 以及两台的 Volkswagen Tiguan Old Space 都是 BMW Malaysia 还有 Volkswagen Malaysia 现意提供给警方做这个测试 还有评估用途为期两个星期 其实这也不是第一次有原厂提供这个性能车给警方做评估了 之前 Honda Malaysia 也曾经提供过 Civic Type R FK8 给警方测试 来试看要不要取代这个年事已高的 Highway Eagle 高速公路巡逻车 也就是这个 Mitsubishi 的 Evolution 10 了 至于这一次的 M3 会拿来做这个什么用途 就暂时还不确定 警方也表示他只是拿来做 Testing 而已 所以其实是还没有花钱买 而且也未必会买 But anyway 我们来复习一下我国这个 BMW M3 的 spec好了 我国版本是这个 Competition 车型 它所搭载的 S58 3.0 公升 直六双涡轮这样的引擎 马力就达到了 510 PS 而峰值扭力方面也达到了一个 650 Nm 的境界 并搭配 8 速的 M-Step Tronic 自排变速箱 以及采用纯后驱的设定 零排加速方面只需要 3.9 秒 所以真的是抓坏人的话都特别的快 那这台车在我国的卖价目前是 639,664 令吉 这个是不包含 SST 还有选配的 如果警方买的话我相信也有可能会免税啦 会更加便宜 无论如何 大家希望看到他在路上追匪吗? 警察哥哥 你们需要车手没有? 我有空 或者是坐后座我也可以啦 好啦 以上就是这期 360 的所有内容了 所以今天你们喜欢哪一台车呢? 留言告诉我好不好? 我是小明 喜欢这期的 360 记得给个赞 Share 出去 还有就是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就是要 Ballet Gampoon 的朋友们 记得小心开车 还有遵守 SOP 要上云顶的朋友们也一样 小心驾驶 爽快不一定要开快 Dry Safe and Stay Safe 还有 Play Safe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打赛 打赛 对 呃 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